我要这么说吧 说刚刚立文谈到说 宫广集团公事要世界成名 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恍然一惊 1993年 美国拍了一部片子叫世界花园 找谁来 奥黛利赫本 宫广集团 你看那个片子多有名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台湾Plus 找世界的知名演员 或是来拍一个好看的故事 或干嘛的 我跟你讲我们牛委员在这边 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整个台湾就推销出去了 这就是我们宫广集团的定义 我们宫广集团干什么 对不起 宫广集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做谁来晚餐 当年文林院的争议的时候 你知道要找谁来拍 找文林院的王家拍 你找王家 那你怎么不找郝龙斌拍另外一集呢 没有啊 这就是表示你的颜色 你花了这么多钱 我说台湾Plus取错名字了 应该改名叫台湾Minus 没有Plus 你知道吗 当年花多少钱 记不记得1450 2019年农委会加强农业讯息 因应对策计划 花了1450万 大家认为说你这个1450 就是养网军吗 当然农委会否认 你的Plus要发挥效果 你没有发挥效果 你在养自己人 就好像我们的术发部一样 我们的唐凤已经下台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术发部继续在花钱 他租金 花了三四亿 然后他养的人等等 都要花国家的公帑 请问一下 这样的一个花钱的态度 难怪林又昌会说 你们在野党 修财化法 是为了要掏空中央 我听你在胡说八道 好像国民党永远像 在野党一样 那如果掏空中央的话 那以后我当中央的执政党 我不是没钱花了吗 这鬼扯淡 我最后要讲 就是如果你要安插 更多自己人 你就明讲 你就自己讲好了 不要老是找公广集团 现在华氏在第几台 52台 52台原来是谁的 中天的 你跟我讲 华氏是公广集团 我真是不太相信 你的态度 你的做法 根本没有发挥我们的效果 拍子 这个主持人问说 是不是老百姓要买单 当然是 不然你要赖清德买单吗 你要祖荣泰 掏钱出来养公广集团吗 没有啊 反正我现在中央执政 我就是花大家的纳税钱 来养我自己人 然后能不能发挥效果 您知道的事情 反正它叫公广集团 名字好听 公不公广不广 有没有达到plus的效果 不好意思 我们依法行政 依法行制 依法编列预算 没有你是要怎么 就这么简单 讲到财化法 上周立法院为了这个财化法 真的是大打出手 好不容易 现在这个法案的修正案 已经送出了委员会 今天财委会再度为了 是否要确认上周的议事 路而又起冲突 那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 就提案说 上周的议案 是违反了审查程序 跟议事规则 所以上周的会议无效 先不说在野党 修财化法的目的 是希望这个预算的划根 可以回到动省之前 中央和地方 6比4的一个比例 这哪叫做 抽中央政府的赢根呢 再来现在在野党 不管是提什么案子 好像民进党 只要投票不赢 就要比拳头吗 那么就算法案 送出了委员会 也直接翻桌 说是会议无效 就算是送到了院会表决 输了好像也没关系 因为民进党还有个杀手锏 叫做视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民进党为什么不干脆 所有的事情都干脆 这个视线 或者是直接修线好了 以后立委也不用选了 民进党就直接 官派一个立法委员算了 这个牛委员怎么看 我们从今天的议事攻防 开始讲起 基本上一场会议开完之后 下一场会议要做议事录的确认 那民进党现在就要 在这个地方做手脚 也就是说他们要否定 议事录的确认 然后进一步认定 上个礼拜在财华法委员会 审查是无效的 不过当然了 这件事情必须面对到 客观的条件 也就是说你要否认议事录 你也是要经过一个 投票表决的程序 那现在跟过去最大的差别 就是国民党在人数方面 是有优势的 而且我们的作战意志 基本上空前强烈 所以他今天想要这样 也要找一个好的时机 比如说国民党围不在 他才有办法用突袭的方式来处理 那今天国民党 当然是这个 大家都是假机动员嘛 财委会大家都到场戒备 也不怕你拖 所以他现在会议的状态 在录影的时候 他的会议的状态是休息的 但随时来没关系 那只要到了法定五点半 今天就没有处理 只要撑过这三天 因为这三天 这个礼拜的 礼拜一 礼拜三 礼拜四 是由民进党来做排案 那每一天都可以做 议事录的确认 他可以三天都不处理 没有关系 他只要处理 我们就一定要让 议事录确认并且通过 如果不处理 就等到下个礼拜再来处理 那我想以国民党 现在的战力 跟积极准备的状态 我们 我还蛮有把握 不会让他们的 这个方法得逞 我们不会害怕他的杯葛 也不会害怕他的突袭 那再来从道理上来讲 财政收支划分法 他当然本来就应该 要做合理的调整 我们这次提出来的版本 包含未来预期在协商中 可能会让步的若干条件 基本上就是往回到 这个把柄做大这件事 现在中央拿走了 百分之七十五的裁员 我们希望让他调整到百分之六十 让地方有多一点的自主权 可以让地方的县市政府 增加所谓的行政效率 地方县市政府 跟真正基层的人民百姓 距离是比较近的 如果地方政府 有更多的裁员 有更多的政策自主权 其实对于一般人民的民生 建设来说 它是比较有效率的 那统筹分配的增加 会不会影响政府的视权 会有若干的影响 但不是全部的影响 我们在这次的修法过程中 有非常明确的讲 也就是说在一般补助 就是协助中央执行政策的补助上 是不调整的 唯一要调整 请中央尊杰的部分 是叫做所谓的专案型补助 什么叫专案型补助 我中央自己决定明目 我自己决定要给谁 我可以帮特定县市量身打造 这就是过去嘛 你看绿油有执政的县市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它就变得特别的肥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 专案补助是一个人质为主的精神 我们今天修财化法 只是让法治跟公式 可以控制钱的流动 让他比例变大 让人质的比例变小 这是一个制度的长治久安的问题 刚刚施政哥讲得很好 国民党以后也有可能会执政 但即便以后我们执政 我们也希望 它是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 而不是一个人质 或者说政治人物 可以随便调度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认为财政收视划分法 当然有修法的必要性跟正当性 最后来讲政治层面 所有出身地方的政治人物 其实都很清楚 我刚刚讲的是 也就是现在叫做肥大中央贫弱地方 我地方要盖一个建设 我要跟中央三催事情 要到处拜托 我还要等待上面的垂青 跟关爱的眼神 不见得 为什么捷运盖这么久 为什么该盖的学校 没有办法如期完成 其实就是因为中央没有开案子 开的案子不一定给你 所以说这是一个 所有地方出身的政治 不管你是立法委员也好 县市首长也好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不要骗人 不是你是蓝的或是绿的问题 无分党派都知道地方的发展困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民进党当初在的时候 有一大堆包含赖清德总统在内 不是曾经都提要修财化法吗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朝野共事 不要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我觉得民进党立法委员 或者是中央的官员 都要交代 那为什么你们当初在在野的时候 也希望来修财化法 为什么你们当初也指着中央部会 说肥大中央贫弱地方 要来做调整 难道大家不应该把话讲清楚吗 那今天这个版本已经经过了 国民党执政线大部分横跨都市乡村里岛 各方各面都有嘛 我们的版本已经很具有代表性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你民党还有意见你就提版本进来 大家在协商的过程中也不是不能讨论 所以不要拿这些东西用一些花边 或者是用一些小的手段 甚至要用拳头来杯葛 这个是跟民生建设相关的民生法案 奉劝我们民进党的好同事 不要再跟人民过不去了